现在是下午的2点45分 准备上高速了 还有三个小时16分 335公里就到达江口 即将到达两天收费站 下去起码 大哥准备接招 我要先站 欢迎不接招怎么办 激动吗 回去复婚 激动啊 全看我会 回去找大哥复婚 什么心情现在 当时粉丝又说 以后买房要分清楚 到底写在谁等你一下 买房是属于 共同财产吗 有个说两个人都住有钱 那肯定算共同财产了 等刚那一步在谈 现在谈那一步还长了 都不知道护婚有没有戏 是不是 你要看大哥的答不答应 是吧 全靠大哥让我去写驾照 不然我想回到柳州的有点难 都要坐骨车 感谢大哥 18岁的时候他就让我去看驾照了 但是我那时候想法是写大车的 学到差点小车真的靠不过 不过我开车是很轻易一点 只是我倒车的时候有点笨 在高速上面开车我比大哥开的比较多 以前回家的时候都是我开的比较多 大哥就负责睡觉 负责做副驾室睡觉 那现在我们就继续出发 看着路上的风景 听着喜欢的歌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希望你复婚成功啊 期待吧 哎呀多么熟悉的两个字啊 柳州啊 柳州方向柳州方向 这条路走了很多回啊 都都转转 又去柳正 初恋为啥这么难忘呢 因为你的终点站就在柳正 不行的 这边注定要摘在大哥的手 到底是谁摘在谁的手里了 这首歌也是大哥喜欢听的 大哥跟我听歌是不一样的 他喜欢听比较老的歌 而我是喜欢听潮流跟伤感的情歌 听歌大哥喜欢听的歌 回去找大哥 大哥把我碰出来怎么办 不会的 你要相信自己 有点翻过了 现在换婷婷开车 还有180多公里 现在是4点20分 前方经过横峰区 请小心驾驶 看到柳州两个住老虾 那边有大风车 是演员的真很喜欢看的 小心前方右侧来车 还有60多公里 40分钟 就到达 大达柳州了 急不急动 问你啊 急不紧张 问你啊 急动吗 你紧张吗 有啊 心蹦蹦的跳 万一大哥不在家呢 大哥会不会去躲起来了 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呼叫大哥 刚刚到服务区这边 现在换到我来开车了 下一站就是出收费站那边了 然后就直接拿利子过去给孩子 他们去 还有40多公里 半个小时 出发 现在是晚上的6点多下高速了 去排队小分 刚到要准备把栗子下来放 哥哥你怎么出那么多汗 妹妹 我们拿利子吃啊 我们来帮忙拌一下啊 在后备箱 妈妈 有一些爸爸吃完饭 说 先拿我的那个 这个 煮菜的那个 小厨房 而且还能吃 在哪里啊 还没有拿 哦快递啊 嗯 哦好吧 那我们先把利子下来放一下啊 看看好不好吃啊 这是妃子孝 不要让人渴吧啊 你想吃小黄叔啊 等你放假妈妈再当你忙啊 嗯 出来一下 你知道这个是送给谁的吗 我知道 是送给爸爸的 那你要跟爸爸说啥 父亲节快乐 好 在家乖乖的啊 嗯 等你放学 放假我就来接你 哥哥是不是27号放假 6月27日 好 拜拜 拜拜 然后现在拿点栗子过去那边 给那个 表舅跟舅妈 然后之前开车不是爬着有阴影吗 那个水我不懂能不能开过去 叫婆婆就过来帮我开一下 分点栗子给他们 我就直接上流走 这个水的话看着有点急 那你帮我开个口先哈 我走个口了 开过来了 我慢慢的走过去 这边也是天天下雨 地板都里能干净了 路都干净了 刚装了带栗子 然后我就上去了 到古亭山了 再分栗子给朋友他们 然后另外一个门面没有开门 这边有人在 叫他们拿袋子过来装了 一个一个分点 拿袋子来装 现在我朋友在帮我停车 等一下我们再吃饭 我到车技术不好 以后现在吃饭了 我喜欢吃的 这是小炒红牛肉 吃饭了